这一路上我们对旧约与新约圣经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 我要提醒各位 这个系列课程的标题叫做 从尘土到荣耀 而荣耀这个用词 在圣经里是一种用词的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 它来自希伯来文单词Cabot 有时候也写作Cabot 这个用词在闪足语言里的字根 是沉重或重量的意思 当然在原本的用法中 这个重量或沉重 指的是有形物体的实体重量 但是后来在圣经里被转而以象征或辟喻的方式来使用 指的是某种具有至高重要性或至高意义至高威严的事物 在古代世界 人们有个普遍的观念 就是说那些具有崇高重要性的人 他们的临在是令人生畏的 August 罗马第一任皇帝 乌大为 就是根据这个含义 来给自己取称号的 他被称为凯撒奥古斯都 Caesar Augustus 也就是令人生畏的凯撒 最近有个人兴高采烈的跑来找我谈话 因为他用安装在电脑上的圣经软体做了研究 他搜寻了荣耀一词 在整本圣经里出现的地方 然后检视圣经里每一节 有出现荣耀一词的经文 这对他来说是一段属灵的经历 因为他开始看到圣经极其频繁地提到上帝的荣耀 例如上帝的荣耀高过诸天 他的荣耀彰显他的威严 和他超然卓越的伟大 不过在新约圣经里 当我们见到耶稣的出现时 大多数的时候 这位身为神格当中的第二位格 并成为肉身来到世上的耶稣 这位与圣父同等荣耀的耶稣 这位在亘古以前就享有属上帝之荣耀的耶稣 在来到世上的时候 却将自己的荣耀搁在一旁 并进入了一个受羞辱的地位 给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新约学者在研究耶稣生平的进程时 大致上会提到说 耶稣生平和侍奉的进程 基本上来说 是一段从降碑 走向高升的路程 也就是说 他第一阶段的降碑 就是他的降升 因为他降升在一个卑微的处境里 他在其中甘愿与尊将贵 成为一个生在马草里的婴孩 后来在他的一生当中 他承受了各式各样 来自人们的敌视 辱骂与憎恨 不断地承受羞辱 接着 当耶稣进入所谓的受难的时候 他所经历的降碑 急剧加重 他被人交在比拉多手上 受鞭打与审判 并被判处定十字架的急刑 在这场受难当中 他承受了死亡 他一切的荣耀 看似都被剥夺精光了 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在公众面前受尽羞辱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预言 提到了上帝将来的那位仆人 说他将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而人们将颜面不看他 也不会尊重他 后来 在十字架的事件之后 我们看到 基督在复活中 大放光彩 显为至高 接着呢 他的荣耀 又更加耀眼地 彰显了出来 因为他后来 乘着荣耀的云彩 升到天上去了 之后我们会来探讨 那些事件本身 但现在我要各位明白一件事 虽然我认同那些学者的看法 我同意耶稣生平的整体进程 是从降悲走向高升 没有错 但我们也要知道 这个过程并不是 一个平稳 整齐的上升曲线 因为在新约圣经作者 所记载的一些 简短的插曲当中 我们时不时地 看到耶稣 突然把荣耀 给彰显了出来 就连这个 在耶稣降生的记载中 也是如此 虽然他承受羞辱 有一位乡村女孩 生下来 生在伯利恒的马草里 但是呢 与此同时 在城市外围的 偏僻小路上 在伯利恒的野地里 突然之间 一阵荣耀的声音 和光芒绽放出来 上帝辉煌的荣耀 公开显现了出来 经文也告诉我们说 他的荣光照亮了周围 这就是我说的插曲 在新约圣经 为基督做的见证当中 这种鼠天荣光 突然照射出来的插曲 为数不少 而我认为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 在变相山上 发生的那起事件 我必须说 令我担心的是 我们在教会 听讲道的时候 没有听到多少 有关这件事的内容 总之 我们就花点时间 来探讨 登山变相的记载吧 这件事在三卷对观福音里 都有被提及 而且是在耶稣告诉门徒 那个坏消息之后 紧接着发生的 耶稣说 他们将要回到耶路撒冷 而他将在那里受苦 并遭人杀害 门徒在那些日子里的心情如何 各位不难想象 先是那个奇妙又喜乐洋溢的时刻 耶稣确切地告诉他们说 他就是弥赛亚 但是很快的 他立刻又做出了 那可怕至极的宣告 说他即将遭受苦难 即将被人背叛 并被杀害 于是门徒的心情 顿时跌至谷底 不过呢 马太福音 第十七章一节 接着 告诉我们说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 变了形象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几乎不太会用到 变相这个词 在共和国战歌里 有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他怀里的荣光 是你我改变形象 但除此之外 我们几乎不会用到这个词 只有在提及这段经文的时候 才会 不过在英文里面 有一个词是我们更常使用的 它没有溢出 这个希腊文单词的含义 它只是音译而已 也就是说 它是用英文字母拼出来的希腊文单词 这个音译单词就是metamorphosis 我们都听过奥威德的诗歌作品 它有一篇作品的标题就叫做metamorphosis 我们小时候 小学的自然课 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生物变态 这个观念的场合 那堂课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有趣的体验 使我们见识到蝴蝶的美妙 蝴蝶一开始是一条虫 一条毛虫 它会结涌 然后在经过一段休眠期之后 一只极为美丽 动人的蝴蝶就会脱涌而出 多美妙的一个变形啊 metamorphosis的意思其实就是变形 meta的意思是横跃或协同 而morphology则是形态学 所以变形一词的意思 其实就是跟metamorphosis一样了 当毛虫成为蝴蝶的时候 我们所见到的就是所谓的变形 所以福音书作者在这里说的是 耶稣带着最核心的一群门徒上山 也就是彼得雅各与约翰 然后当他们跟他谈话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之间 耶稣就在他们眼前变形了 令他们惊讶不已 我们必须把这起变形事件 理解为上帝荣光的短暂迸发 因为呢 你们看这段经文 用了哪些用词来描述这些门徒 见到的景象 他脸面明亮如日头 请注意看这两个用来描述他的图像 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 各位还记不记得之后发生的事呢 在基督升天之后 那时候的扫罗四处逼迫于威胁基督徒 把他们从家里拉出来 丢进监狱里 有一天扫罗奉命要前往叙利亚 逼迫基督徒 他便来到了大马士阁 到了中午的时候 基督突然向他显现 扫罗就真的被基督那耀眼的荣光 给照瞎了眼 后来的保罗也描述说 那道光比正物的太阳还更亮啊 我们都已经学会了 如何在这个被太阳光照与温暖的星球上生存 我们重视太阳 我们需要太阳 但我们也知道 我们根本无法在日时期间直视太阳 以免我们的眼睛受到永久性的伤害啊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 太阳是不可以去直视的 免得我们被它勾强度的亮光 给弄瞎了眼 而门徒当时的经历就像这样 他们跟耶稣讲话讲到一半 耶稣的面貌开始改变了 当他们看着站在他们眼前的耶稣时 他们注意到他的脸面不再是普通的肤色 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璀璨的光辉 这光辉美得令人眼花流乱 其亮度就连太阳也相形失色 亮得他们无法直视 而他所穿的衣袍 同样也在他们眼前变形了 马太福音只告诉我们说 他的衣裳洁白如光 新约圣经里的另一处记载 给了我们更多细节 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 他的衣服变得极其洁白 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 那样摆 这是旧版的翻译 经文所说的漂布 地上漂布的 其实就是古代世界里的专业洗衣工 而当时的专业洗衣工 在洗衣服的时候 跟我们现代人有着相同的困扰 我们最大的困扰就是 我们把白色上衣 白色服装 白色床单等衣物拿去洗 但拿回来之后 他们的色彩却黯淡了下来 他们不再像新买的时候 那样洁白亮丽 美国规模最大的工业之一 就是肥皂工业 我记得我小时候 就是听肥皂剧广播长大的 那时候的电台十分流行肥皂剧 他们之所以被称作肥皂剧 是因为背后的赞助商 是卖肥皂的肥皂公司 例如 Ostow's on Mark Perkins 你在广播中 经常会听到肥皂的广告歌 好消息 好消息 把DUZ放进洗衣机 衣服洁白亮晶晶 还有容颜肥皂 造换自然 像药肥皂 东风造极 不过最令小时候的我感到好奇的 是一款名叫太刺的肥皂 太刺来乌子走洗衣好手太刺 因为每一年 太刺的销售员都会宣布说 今年的太刺是全新的升级版 这种说辞我听了好几年 所以使我开始纳闷 原版的太刺究竟怎么 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的升级呢 后来我读到一本关于行销的书 那本书说 无论是什么广告 最重要的用词就是全新这两个字 广告商人的这种夸试手法 我还可以忍受 直到后来我听见太刺的经典广告台词 内容竟然说 太刺把你的衣服洗得比白还更白 各位先生女士 这根本是一派胡言 因为没有任何比白还更白的颜色存在 我有时候会问小孩子一个简单的问题 柠檬是什么颜色 他们都知道正确的答案 他们说是黄色 接着我问他们一个稍微困难一点的问题 你把灯关掉的时候 柠檬是什么颜色 他们就会招招头 因为他们不确定 答案是什么 我就会向他们解释说 没有光照 就没有颜色 因为颜色并不是物体本身具有的性质 我们所看到的颜色 都是光线当中包含的颜色所产生的反射 而当光谱当中所带有的颜色 被物体的质量阻挡 被物体的质量阻挡吸收 只剩某几个颜色被反射出来的时候 那才是我们实际见到的颜色 不过光的纯色其实是白色 是白色 为什么耶稣的衣装变成了白色呢 而且是没有任何洗衣功能洗出来的那种白 让我稍微猜想一下 我认为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是 耶稣的荣光 并不是反射出来的荣光 身为按照上帝形象受造的生物 我们被呼召要反映 反射出上帝的荣光 我们都记得旧约圣经当中 跟这件事最有关联的事件 就是摩西上了山 求上帝显出荣耀来让他看见 但上帝拒绝了这个请求 并对他说 摩西啊 你知道人见我的面是不能存活的 但我要告诉你 你要站在磐石上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 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 用我的手遮掩你 等我过去 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 你就得见我的背 却不得见我的面 于是呢 摩西就在那一毫秒当中 目睹了上帝的背 他的脸也因此而开始发出极为耀眼的光 当他走下山的时候 百姓都十分害怕 因为他们看到了他脸上发出的光 但这件事的重点在于 摩西脸上那耀眼的光 只不过是反射而已 他稍微瞥见上帝荣耀的背面 所以他的脸反射出 所以他的脸反射出上帝的荣光 没有持续太久 但是就连这儿的反射 也是十分明亮的 令到百姓都无法直视 我深信这件事 跟灯山变相的差别 就在于在变相中 耶稣衣裳所发出的洁白光芒 并不是反射或反弹 一个外在光源的结果 而是来自耶稣本身的光 这光来自他的本质 他的神性突破了遮蔽 所以门徒见到的是他的荣光 这令他们永生难忘 彼得在他的书信中提到了这件事 约翰里在福音说的开头 提到这件事 说那永恒的道成为了人 住在我们当中 接着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妇独生子的荣光 不过门徒此时还不明白 他们十分困惑 深感不安 他们对将要来到的日子 感到焦虑 就在他们感到恐惧 感到焦虑的时候 上帝向他们展现了 他儿子的荣光 接着 有摩西 以利亚 向他们献献 同耶稣说话 彼得说 主啊 我们在这里真好 你如果愿 你就在这里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说话之间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 遮盖他们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门徒听见 就俯伏在地 极其害怕 他们不止见到了耶稣 改变相貌 而且还看到摩西和以利亚 正在跟耶稣 进行私人的谈话 圣经没说 他们在谈论什么 但别忘了 圣经说 律法和先知 全都讲到了 弥赛亚的到来 而弥赛亚 也将成全 律法和先知 而此处就出现了 律法和先知 一位是先知 学校的领袖 以利亚 一位是律法的中宝 摩西 他们私下跟耶稣谈话 让我猜猜 他们是在谈论那些 在耶路撒冷 等着他经历的事 律法和先知说 你要硬着脸面 好像坚实 完成你的使命 这就是 弥赛亚的工作 突然之间 有一朵光明的云彩 遮盖了门徒 那是shekine cloud 也就是上帝荣耀的云彩 而且云彩里 还传来上帝自己的声音 宣告耶稣的身份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要顺从他 他们十分害怕 这个突如其来的经历 也结束得相当突然 门徒恐惧 战惊 耶稣走了过来 经文告诉我们说 他摸着他们说 起来 这就是转列点 现在他们见过了 他的荣光 他们准备好 要跟他一起 前往耶路撒冷了 我一会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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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这些 一会很晚